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他们共同的领袖就是这位传说中的罗马之王 神族罗姆卢斯 对于罗姆卢斯 我是和对利奥尼达斯一世一样 持否定态度 先不说罗姆卢斯的故事里 神解了另一位伟大的罗马创造者 将罗姆卢斯说成了创造罗马的唯一人 而且还将罗姆卢斯的形象做成了这样常人难以欣赏的模样 在我看来 这不就是个穿紧身裤的肌肉棒子吗 而且还爱做不明意义的周九里 看来周九属实和罗马分不开关系 光目出来解释一下 我只能安慰自己这是因为罗姆卢斯太强了 所以只能以这种常人难以接受的形态 才能够进入英灵座 并且被召唤出来 罗姆卢斯在FGO的设定中 绝对不比黄金三把的任何一个差 甚至还要高一个当次 闪闪和法老龙最多算个守城之主 强如闪闪在神代 还未消逝的年代 也不敢造次 而罗姆卢斯却能在神代还未彻底消亡 神秘还未彻底消退的年代 建立了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 构成了永恒荣光的大罗马帝国基础 之后欧洲的发展 也都是建立在罗马的统一之上 由此看来 罗姆卢斯做成一个五星都绰绰有余 设定这么强 却弄成这样 只能说造化弄人 展开全文 为什么说 他是FGO里罗马系得到领袖 罗姆卢斯毕竟是罗马的开国皇帝 被所有的罗马人都憧憬着 包括后世的皇帝 这里罗马的皇帝 对于罗姆卢斯的看法 有点类似于中国后世皇帝对于开国皇帝的态度 吹 往天上吹 尤其是尼璐 这个被FGO性转为女孩的暴君 更是特别的憧憬罗姆卢斯 罗姆卢斯也爱着所有的罗马人 称所有罗马系的英灵为我的孩子 不过 令我很不爽的是 罗姆卢斯这个原本应该强无敌的英灵 居然形象这么差 形象差也就算了 居然还是个连话都不能好好说的人 在设定中 罗姆卢斯认为 罗马即是世界 世界除了罗马之外别无可能 人类的历史也就是罗马的历史 所以 罗姆卢斯才会成为守护世界的英灵 但是 这不能成为罗姆卢斯变成一个 只会说罗马的傻子的原因 每一句话都不离罗马 真的让人怀疑 他真的是那个创建了罗马帝国的豪杰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